哈囉,我是薛靈六 今天要來分享讓新手快速的上手Mac系統 首先你開啟電腦後 最常新手遇到的問題就是 整個桌面空白的一片 請將黃鼠移到左上方 選擇偏好設定 點下去後 在一般的選項裡面打扣硬碟 這時候你就會看到右上方會出現我的電腦 我們將黃鼠點開我的電腦 點開後 你可以在這裡新增你要的資料夾 新增方式一樣 黃鼠右鍵 按下後選擇新增資料夾就可以了 在這裡我通常都會建議 在視窗裡面你可以開啟狀態列 那又如何開啟狀態列呢 將黃鼠移到左上方 選擇顯示方式 顯示狀態列 點下去後 它就會顯示你這個視窗 總共有幾個項目 以及可用硬碟剩下多少 我現在假設我進入到我的資料夾 看到視窗的下面 這裡會顯示你開啟資料夾的位置 狀態列的右下方 會有一個拉桿 放大跟縮小 所以你可以根據你想要的大小去做調整 請點選我的電腦 點開後 旁邊這個側欄會有個應用程式的選項 點下去後 你會看到裡面 是你這台電腦所有安裝的應用程式 也就是說今天不管你安裝任何軟體 它統一都會放置在這個地方 所以你要找軟體就很好找喔 關於空白鍵到底有多好用呢 在Mac裡面 空白鍵是可以直接預覽的 也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選擇圖片 我按下空白鍵 它就可以直接預覽 不用開啟任何程式 如果你今天只是要預覽檔案 不管是圖片、影像、音樂 都可以透過按下空白鍵 就可以直接預覽 這點真的超級方便 強烈建議你們一定要使用這個功能 很多新手最常遇到問題就是 我不知道我現在是開啟哪個應用程式 要如何辨別 你現在正在使用哪個應用程式呢 很簡單 我在這裡先示範 我開啟應用程式後 請看到畫面左上角 這裡會顯示應用程式的名字 我將滑鼠點回桌面 請看我左上角 名稱改變了 那我再點回我的應用程式 你只要透過左上角這裡 你就可以知道你現在使用的應用程式 是哪套軟體了喔 首先很多新手 最常關閉的方式 都是直接 點選視窗上面的XX 他們會按回桌面 就會以為這個程式已經關閉 現在我們將滑鼠移到下面的icon 我以PS為例 我按下滑鼠右鍵 它顯示的是打開 也就是說目前應用程式並沒有被開啟 那我現在將滑鼠點到AI上面去 按下滑鼠右鍵後我出現的是 它會顯示結束 也就是說你這應用程式 目前還是開啟的狀態下 它並沒有真的被結束掉 那我要如何正確的結束應用程式呢 我將軟體再打開來 將滑鼠移到左上方 點選應用程式的名字 點下去後 要點選最下面的結束 這個應用程式 才是真的被完整關閉結束掉 現在畫面又回到了桌面 我將滑鼠移到下面的icon 按下滑鼠右鍵後 它現在下面出現的選項是打開 也就是你剛剛按下的結束 是有正確的軟體關閉喔 而這些icon呢 主要是一些應用程式的快捷鍵 如果今天AI這個軟體快捷鍵我不要了 點選icon後往上拉 它會出現移除 放掉滑鼠後 這快速鍵就不見了 快速鍵不見不代表軟體不見喔 軟體它一樣還放在你的應用程式裡面 點選你的電腦 應用程式 選擇你要放入的程式 我在這裡選擇的是AI 按下icon後 用拖曳的方式就可以把它往下拉 快捷鍵放的位置 你可以自己選擇 選擇你要的位置後 放開滑鼠 那如果我今天是要移除軟體呢 移除軟體的方式也很簡單 點選你要移除軟體 按下滑鼠左鍵 用拖曳的方式 拖曳到垃圾桶 這樣就可以將軟體移除囉 通常使用Windows轉到Mac系統以後 要找控制台 都不太知道控制台在哪裡 控制台就是系統偏好設定 你點下去以後 你就可以針對你要調整的項目去做調整 要如何建立以及解開壓縮 最方便的就是你可以先選取你要的檔案 選取完畢後 按下滑鼠右鍵 選擇壓縮 它自動就會幫你壓縮成一個ZIP檔案 那如果你今天下載的檔案 檔名格式是RAR 那怎麼辦呢 這時候請你要先下載一個軟體 請再搜尋這個欄尾 搜尋RAR 這邊會有很多選項可以讓你選 我自己呢 目前是使用這套軟體 這套軟體是免費的 我個人也覺得很好用 下載以後記得安裝 之後若你要開啟點RAR格式的壓縮檔 就不用怕無法開啟囉 移除外接硬碟 或者是SD卡 通常移除方式有兩種 第一種是 點選你要移除的硬碟 或者是SD卡 按下滑鼠右鍵 選擇退出 或者是 直接將它拖曳到垃圾桶 你會看到垃圾桶 會變成一個三角形的符號 放開滑鼠左鍵 就可以正確移除囉 那今天簡單的影音教學 就分享到這裡 還有關於Meg系統哪些不懂的地方 希望我教學的話 也歡迎留言告訴我 我們下次再見